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科暗戰 今天是8月18號星期三 我們又來看看這個coin market發生什麼事 根據coin market cap的資料顯示 截截截稿之前BTC現價佈45295美元 過去24小時的跌幅達到1.44% 而ETH現價佈3066美元 過去24小時的跌幅達到3.17% 然後又來跟進一下其他二線加密貨幣的市況 在過去24小時裏面 跌幅最大的二線加密貨幣是DOT 現價佈23.89美元 過去24小時的跌幅達到9.28% 而第二大跌幅的二線加密貨幣是UNI 現價佈26.81美元 過去24小時的跌幅達到8.51% 然後又來看其他重點消息 NFT是今年在crypto市場裏面相當熱的一個 topic 首先越來越多名牌子推出他們的NFT 就好像DNG那樣 還有打擊的item都變成NFT可以在世界各地進行交易 還幫助一眾受風性所困的菲律賓人賺錢買樓 以下這一則消息是來自Coin Telegraph的 中國的跨國電子商務平台阿里巴巴 推出一個用於版權交易的NFT市場 允許雙標持有人出售他們 手上持有版權許可的NFT 這一個新的NFT市場被稱為區塊鏈數碼版權和虛擬資產交易的平台 可以通過阿里巴巴的拍賣平台進行交易 根據阿里巴巴旗下的新聞社《南華早報》在星期二的報導 這一個市場是希望針對作家、音樂家、藝術家和遊戲開發商的產品 而拍賣平台已經正式上線 並且已經托管了幾個計劃會在下個月進行拍賣的NFT 想買到相關NFT的投標人 必須先給500元人民幣折合大概77元美元作為抵押 才可以參加這場拍賣 而每一場拍賣的抵價就是15元美元 買家可以通過微信上的application 看到他們拍賣所得回來的NFT收藏品 在7月份的時候 Coin Telegraph的報導表示 阿里巴巴旗下的電子商務平台淘寶 在慶祝中國藝術和創業精神的年度大會上 首次展示中國藝術家王學生創作的房地產NFT 越來越多有關NFT的產品和平台單身 如果首持NFT的朋友都可以看看手上的NFT有沒有升值到 好 下一則消息 這一則消息都是來自Coin Telegraph的 這一則新聞是有關於更新上星期所說 Polyliquid被黑客攻擊的事件 首先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整件事 Polyliquid在上星期被黑客攻擊 損失了有史以來最多的加密貨幣案件 而黑客在成功取得相關加密貨幣之後 亦都宣布會歸還 通過攻擊所得來的加密貨幣 今天Polyliquid就改口稱呼這位黑客為白武黑客 即是Mr.Weithead 在網絡用語中 白武黑客是指為了揭露和測試系統問題的人 他們是用黑客慣用的攻擊方法 但他們真正的目的是想提升系統的安全性 在星期二的時候Polyliquid的團隊就表示 為了獲得黑客的專業知識 他們將會邀請成功攻擊Polyliquid的黑客 擔任首席安全顧問 出手還高達50萬美元 除了職位和賞金之外 Polyliquid還表示 無意追究Mr.Weithead的法律責任 因為他們相信 Mr.Weithead會及時將資產的完全控制權 歸還給Polyliquid和他們的用戶 而且Polyliquid的團隊還說 正如他們之前的公告所說 他們是感謝Mr.Weithead對Polyliquid 增強網絡安全性做出的傑出貢獻 希望有更多好像Mr.Weithead的專家 參與他們未來開發的項目 構建一個安全而強大的分布式系統 到現時位置除了3300萬美元被凍結的USDT之外 黑客已經退還了其他的加密貨幣 但就仍未交出轉移設置上有關多重簽名錢包的鎖匙 對於負責去中心金融和DeFi裏面最大黑客攻擊的人來說 獲得獎勵和獲得被他們攻擊目標公司的有身職位 這個轉變似乎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儘管黑客的身份上未被公開 但中國網絡安全公司Slow Mist在黑客攻擊的消息傳出之後就表示 他們的分析師已經鎖定了攻擊者的email address IP地址和設備指紋等等 在最後Polylequid還表示雖然一開始因為溝通的問題 而和Mr.Weithead存在著一定的誤解 但他們已經了解到Mr.Weithead對DeFi和Crypto世界的遠景 而且還很符合他們公司的目標 不知道最後這位Mr.Weithead會否答應Polylequid的邀請呢?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我們又再更新大家 好 下一則消息 而最後一則消息就是來自Unwire的 香港的電訊商三香港正在研究用加密貨幣交月費 最快在今年年底之前會推出 近日三香港行政總裁股勝輝在接受訪問時表示 集團正正在研究將加密貨幣納入支付月費的其中一種方式 如果這個方案真的可行 最快會在今年年底之前推出 他還表示希望透過現時加密貨幣潮流 帶動5G network的客量 而且還認為現時的5G網絡和當年4G網絡面世的時候 是一模一樣的 可以加快特定產業的崛起 當年推出4G的時候令到串流音樂普及化 而5G也可以帶動包括NFT在內的加密貨幣產業 之前都報道了這麼多日新聞 但都沒有一單是跟香港有很直接的聯繫 今次終於有大集團表明對加密貨幣的立場 可能很快其他集團都會紛紛宣佈可以用到crypto 到時我們買東西到處都可以用到BTC ETH或者其他加密貨幣 好 今天的分享有暫告一段落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和按鐘仔啦 我們星期五見 拜拜 請訂閱 按鐘仔 甚麼事 還有更多的話